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乐其所工作的这个场所 然后呢能够带给我们的教育啊 其实更正面的正能量 好我们目前已经是7点13分08秒 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水气呢还是偏多 所以呢降雨几率呢 仍旧有30%到40% 各地啊北部地区东部地区 尤其是今天明天是中秋节 目前看起来呢 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要看到月亮 是要靠点运气 南部地区现在情况可能好一些些 有机会呢云系呢 以前消散 所以呢南部地区呢 有机会稍晚呢 在明天晚上或者后天晚上 可以看得到月圆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鼠的预测 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4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3度 中部地区是晴午后短暂雷震雨 降雨几率是3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3度 南部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3度 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降雨几率30% 白天的温度是25到32度 澎湖地区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27到31度 今天呢唯一高温的地方 反而是苗栗 苗栗呢在中午前后 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其他地方呢 温度虽然在中午前后还是偏高 但是呢还不至于热到让人无法忍受啊 那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台东 都是27度 宜兰花莲26度 澎湖28度 好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四大指数是涨多跌少的 道中工艺指数呢就下跌了68点 收盘指数是33,550点 跌幅0.2% 纳斯达克则下跌 则上涨了29点 收盘指数是13,092点 涨幅0.22% S&P指数小涨了1.04点 收盘指数是4274.57点 涨幅0.02% 费城半导体则是上涨了31.79点 收盘指数是3361.41点 涨幅0.95% 美国股市呢因为在 昨天美国的10年期公债殖利率的 持续的创了16年来的新高 那已经来到了4.67% 所以呢压抑了美国股市的表现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能源类股还在不断 能源价格还在不断的上涨 也压抑了美股的表现 但是呢在半导体类当中呢 因为这个包括了辉达 涨了1.33% 还有包括了台积电 它的ADR涨了1.36% 对于呢苹果的这个iPhone15 Pro呢 有过热的疑虑这件事情啊 昨天呢天风证券的分析师 郭明奇因为被认为 是这个地球上面呢 最了解苹果的分析师啊 他很快的厘清 他认为并不是台积电3奈米的问题 比较像是苹果呢 他为了要让他的手机变得更轻 采用钛合机 所以呢 他的这个散热的系统呢 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台积电的股价是上涨的 但是苹果的股价下跌了 0.89% 好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的是油价 现在油价呢已经成为 通膨的一个重要隐忧来源 纽约西德州原油呢 在今天凌晨大涨了3.29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93.68美元 涨幅3.64% 来到了93美元 那么这已经创了去年8月29号以来的 最高售盘价 然后呢 也白布兰特原油呢 也上涨了2.59美元 每一桶的报价是96.55美元 那么涨幅2.76% 在创去年11月7号以来的 最高的油价的收盘价 那么主要的原因呢 是因为美国能源资讯局呢 昨天公布了上周美国原油库存 大幅度的减少减少了220万桶 其实就反映出来他们的攻击增加的速度 非常的缓慢 但需求呢 还在持续的增加 这一点呢 就导致了油价呢 继续的恢复到它的上涨的那一个态势 好那至于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则是涨跌户建 芝加哥黄豆期货 上涨了0.04% 芝加哥小麦期货 下跌了1.57% 芝加哥玉米期货 上涨了1.04% 整体来说 那么油价现在上涨 但所幸啊 包括了食品食物当中的黄豆小麦玉米呢 目前呢 其实跟年初相比都是下跌的 好那这一点呢 其实确实对于 这个稳住通膨 还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呢一些软性的一些 这一些这个原料 就包括了像是一些 这个米价啦 或者咖啡啦 糖的价格啦 等等目前的价格都是上涨的 所以看起来催生通膨的因素 还是偏多的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黄金 贵金属的部分 持续的下跌 很明显的看到 美元指数还在不断的创高 然后呢 美国的时间期供在殖利率 也在不断的创高 这些都压抑贵金属的走势 纽约黄金 期货价格下跌了28.9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890.90美元 跌幅1.51% 这是创下了今年3月10号以来的 最低收盘价 而白银的期货呢 也大跌了2.03% 铜的期货跌了0.34% 把金的期货下跌了0.16% 美元指数呢 还在继续的上升 来到了10个月来的新高 上涨了0.41个百分点 来到106.67% 这里面呢 欧元对美元呢 是来到了今年1月初以来的 最低数字 那么1.0503美元 对1欧元 日元呢 也已经创下了去年11月以来的 新低水准了 那么是来到了149.49日元 对1美元 非常逼近150的关卡 那么究竟呢 日本央行会不会出手 然后来干预会市 现在是大家最观察的点 如果说真的来到了150以上 然后日本央行 还是没有出手的话 那日元的贬值的态势会加剧 所以我们现在观察的 就是日本央行的动态 不过因为呢 现在美债的殖利率 不断的往上升 跟日本的这一个负利率呢 刚好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他们的利差呢 越扩越大 这一点呢 使得日本央行 如果要出手干预呢 它的这个代价 可能也会变得比较大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 都是下跌的 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下跌了32点 跌幅0.43%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2点 跌幅0.03%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 下跌了38点 跌幅0.25%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美国联准会的官员当中的 鹰派呢 还在不断的强调 这个是明尼亚波利斯 联邦准备银行总裁 卡斯卡利 他强调 他认为现在的利率 不确定是不是已经高到 足以降通膨的目标 所以呢 那么他认为 年底之前 是真的必须要生意吗 而明年 他甚至于认为 完全不降息 当然他大概目前是 表态最鹰派的一位 联准会的官员 可以来观察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拜登昨天呢 特别跑到了密西根 然后去支持 汽车工人工会的罢工 而且在 这个探视工人的 过程当中 那么他表态支持 他们的诉求 虽然后来白宫呢 出来喊话说 没有他并没有完全同意 汽车工会的诉求 但是呢 那么效应已经产生了 他成为第一位呢 到罢工现场的美国总统 那接下来呢 要观察的点就是呢 这会不会使得 美国汽车工人工会 变得更加的强硬 因为他要求未来四年 然后增加 百分之四十的加薪 那么同时呢 也对于目前美国发展 电动车 而美国车厂呢 现在选择电动车的 新建的场地呢 那么都是工会 这个最为弱势的一些州 那这一些呢 都可能会影响到 未来的劳工的生计 这是一招险招 因为呢 这件事情在民众圈里头呢 民调是支持的 但是呢 因为他每罢工一周 美国的经济 就会衰退 0.1到0.2个百分点 然后就会减少 0.1到0.2个百分点的成长 同时呢 美国的汽车价格 现在已经开始往上升 维修价格也开始往上升 这对于通膨呢 也不利 所以如果持续到 十月底都没有办法 结束罢工的话 那对于拜登 不见得是有利的 可是这里面可以看出来 罢工还没有结束 但是选战已经开始了 好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美元现在的强势呢 全亚洲货币对美元都是贬值的 那么如果我们以7月13号 到9月27号 这两个多月的时间 来看待的话呢 那么日元对美元 是贬值最多的 贬值7.5% 韩元贬值5.5% 紧追债后 其他所有的货币 通通都贬值 太租贬值5.4% 菲律宾 批索贬值4.2% 印尼顿贬值3.6% 新加坡币 还有马来西亚货币 那么都贬值 大概三个百分点 那人民币 大概贬值2.21% 这里面呢 贬值幅度最低的是印度卢比 是贬值1.4% 好那因为呢 现在看到的是 美元指数已经来到106.67 然后同时你也看到说 美债殖利率呢 10年期已经来到了 4.67% 那么这一些呢 都使得 那么虽然有很多的官员 出来喊话要稳住 那么会不会 但是效果都非常的有限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彭博资讯呢 他根据凯头宏观呢 他所做的调查 认为 现在如果是以人工智慧 来带动经济的话呢 效益 受益最大的 第一名是美国 第二名是新加坡 第三名是英国 在亚洲当中 除了新加坡之外呢 韩国排名第六 受惠的国家 那台湾呢 排名14 那么这个 中国大陆呢 排名18 主要是因为呢 他内部的监管 严格 再加上呢 有美国对他的一些发展 限制的影响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泰国央行 昨天升息 一马 那么来到了 2.5% 是13个月来的 第八次升息 也创下了 2013年 1月以来的 最高利率 不过呢 泰国央行 暗示 未来有可能 不需要再升息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印度 那么现在呢 全球有印度风 所以呢 在这个 这个大家都看好 印度的情况之下 印度呢 发行了30年期的公债 40年期的公债 现在打算 再发行 50年期的公债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国大陆的部分 那么就正面的消息的部分呢 中国大陆呢 昨天公布了 八月份的 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率 就到底赚多少钱 那么八月份呢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年增百分之 17.2% 由之前一到七月的 负成长 终于转为正成长 那么但是呢 一到八月呢 累计下来呢 仍旧是 负成长 百分之 11.7% 好那这里面呢 这个 营收的部分呢 一到八月呢 当然还是负成长 但是呢 八月份的 营收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已经是年增 百分之 0.8% 比七月 还负成长 百分之1.4% 已经看到了 好转 但是呢 根据 伦敦金融时报呢 说 中国大陆 现在为了发展半导体 推出的第三期的大基金 就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呢 现在募资很困难 一方面呢 是地方财政困难 不愿意参与这个第三期的 这个大基金的投资 第二个部分呢 是因为美国对于 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一些限制 也使他们在选择标的上面 很困难 第三个因素是因为呢 之前的大基金的打摊 所以很多人还心有余悸 不太确定说呢 会不会受到影响 所以呢 也都表态上面的 比较迟坏 所以使得他的大基金的募资 可能会变得很困难 另外呢 根据美中贸易 全国委员会所做的调查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 美国企业 他们今年呢 削减了对于中国大陆的投资 对于中国大陆产业发展 悲观的人数呢 也确实增加 来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虽然整体来说 还是多数看好 中国大陆的产业发展 但是呢 现在悲观情绪 其实是往上升的 好 不过昨天陆港股的部分呢 都是上涨的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五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一六 深圳城市上涨了四四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四四 香港恒生指数 上涨了一百一十五点 收盘指数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二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六六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呢 根据这个韩国媒体 他们所做的报道 现在呢 韩国跟美国已经谈定了 就是对于 美国去年十月一号 开始实施的 对于中国大陆的 全面性的限制 半导体发展的一些禁令呢 对于三星 跟韩国的SK海力士的限制呢 豁免一年十月即将要到期 现在呢 韩国已经争取到 无限期的豁免 但是呢 这个无限期的豁免 有没有包括台积电 目前不确定 那么最快本周宣布 但是呢 也有可能因为 现在正在谈判 这个预算 所以有可能等到下礼拜 才会公布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台北股市昨天呢 是上涨了三十四点 刷盘指数一万六千三百一十点 涨幅百分之零点二一 不过成交量没有跟上 只有两千一百九十二亿元 外资呢 还在卖超卖超了十五亿元 而且是期限货都卖超 除了现货卖超之外呢 那么期货再增加 净控单两千一百三三口 那么投信呢 还是站在买方 买超了二十点九二亿元 不过自营商卖超了五十三亿元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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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